要说到韩国的经典组合一定少不了神话 这对出道18年来仍能保持全员齐整的最具代表性的韩国偶像男团 在今年3月与韩国首尔举办了一连两场的纪念演唱会 门票在开售不久就全数授庆 延续全席迈进的记录 演唱会后神话各成员又开始了投入到个人活动中 直到年底才会再度合体推出新专辑 以及进行全新的巡回演唱会 作为首位进入神话组合的成员 神卫星也已经展开个人活动了 在今年1月 他发行了专辑Daylight纪念个人solo十周年 并且将赶在神话今年年底合体前 举行他个人全新的Daylight巡回演唱会 这次去演的首站也已经定于8月13号 在上海国际体操中心举行